按一个确定 接下来 一样的方式 我们就把这个资料库的部分 把它汇入进来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把 我们刚刚建立的那个 SS资料库 它的名称呢就是北风资料库 把它开启 开启以后呢按一个确定 这个名称呢它问你说是 叫什么名称呢我们用预设好了 这个叫database1按一个确定 好这个选择是 那现在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资料库 再来呢我们如果要把 这个它的资料库里面的 所有的内容呢秀在网页上面 该怎么做这里呢我们就一样 建立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呢并且怎么样呢 插入一个新的 这个资料库的结果 那结果部分呢它会问你说 你要连接到哪一个 这个资料库 那因为刚刚我们有建立一个叫database1 按下一步 接下来呢它会问你说 哎你要列出在网页上面的 有哪些资料 当然这里哦客户资料里面非常庞大 所以呢我们选择下面这一个 叫制定查询 我们就编辑一下 这个地方呢 预设是所有的这个内容啦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 OK 可以把它查一下好了 如果这一些如果全部秀出来 会太多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要的部分 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里先按一个取消 开启你的这个北风资料库 然后呢在这边呢 当然是资料表 这边做个查询好了 查询里面呢 你就使用设计检视建立新查询 那把客户先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不要全部 因为全部的栏位太多了 我们现在呢 我只希望怎么秀几个资料 比如说第一个 客户的编号 还有公司的名称 跟这个联络人 还有他的地址 跟他的比如说电话 这些就够了 其他呢 我不想知道 我觉得这些资料就够了 好那我就把客户编号 客户的名称 联络人 还有这个客户 这个地址跟这个电话 先把它 这个点两下 最后呢 我们先按下 左上角这个按钮 把它按下检视 好你会发现的这个地方 它就只列出 我们要的资料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最后把它存档 那存成 这个时候呢 它是一个查询 那我们把它改一下名称 叫查询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呢 查询然后底线好了 叫做 叫做简易的客户资料好了 那它是一个查询 这下就可以了 好点两下 这边 联络人 地址 电话 好这几栏 最后把它储存就可以 全成名称就是 查询 底线 客户资料 那接下来 就可以把它关闭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插入 资料库 结果 这时候有没有 也是一样下一步 你会发现呢 记录来源里面 多了一个查询 这个是我们要的 按下一步 再来的话呢 这里不用改好了 按下一步 下一步 这边一样 持笔 按完成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存档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 存成叫做Customer好了 客户 Customer Customer 好 好 因为这地方呢 不能用中文的 用中文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Customer 好 把它 Customer 客户这样拼 有没有错 这有个O吗 Customer Customer C-U-S-T-O M-E-R 这客户的 那这里我们前面 把它一个编号 01好了 01 Customer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按一个储存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一个 比如说 我今天希望把我的 北风资料库的资料 秀在网页上面 那接下来呢 还要再做几个动作 一样的方式 有没有 先在我的 这个IS里面 我们当然要先新增一个 虚拟的目录 这个地方 网站的地方 在这里先新增一个虚拟的目录 下一步 那名称的话 我叫 北风 叫 Nor Nors 好了 北风 因为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别名 当然如果你打中文 应该会有问题 应该会有问题 所以你这地方呢 尽量不要用中文的 叫Nors 好了 或者叫Nors 那简称叫Nors 就好了 就北 好了 按一个 下一步 目录的部分 我们就找到 刚刚我放的位置 就在我的 D底下的 这个北风资料库 这里 确定 下一步 这里 请选择浏览要打勾 因为呢 我现在没有index 没有首页 所以呢 浏览没打勾 它会找不到网页 特别注意 把浏览打勾按下一步 完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看看 不过测试之前 还要就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你的什么样呢 北风资料库的安全性 改一下 北风资料库的这个安全性 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在FPDB这里 按右键 内容 刚才我讲到 安全性这时候会秀出来 新增 进阶 寻找一下 会找到一个iUser 确定 再一个确定 让它怎么样呢 完全控制 完全控制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可以把这个结果秀出来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我动作做的蛮多的 第一个先新增一个空白的Web 然后名称就是 低帅号斜线Web 北风资料库 再来第二个动作是贿赂你的 刚刚贿赂你的这个资料库 那再来呢 新增一个网页 把这个结果秀出来 不过秀出来之前呢 先建立一个新的查询 这个查询哦 使用设计检视建立新查询 这地方 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好 先开启一个那个防page 先把刚刚你练习的Web 06先关闭 关闭Web 然后呢 再开一个新的Web 新的Web 新增一个空白Web 那新增这个空白Web呢 放在低碟底下的北风资料库 北风资料库